在女子自由市第六量级中 不败女将张慧慈再度踏上全大运赛场 在运赛级金牌战中 皆以漂亮的牙制胜晚风对手 去写金牌记录 曾依要检事件措施奥运资格的她 在正名金牌后重新回到场上 她表示今年是她最后一年的全大运 一起来的目标都只有金牌 也希望能将自身丰富的经验传授给学弟妹 并给予队友们最大的支持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比大运会 学校以及国勋中心的帮忙 那么快速的回归赛场 也希望后面的学弟妹也能尽力 然后能去加油 毕竟老的有时候还是要退休 希望台体大的角力队也能越来越好 今日女子赛事全输完赛 在第一量级中 李如璇及林秀靖分别为台体在近战一赢一同 大英新秀陈宜靖则是在金牌战中 不敌四连霸好手谢蒙轩 收获第一量级银牌 而乌有全中运六连霸记录的廖佩颖 在第三量级金牌战中做出连续滚桥顺利度金 最终台体在女子角力赛中 共得五金四银四同的耀眼成绩 更获得公开及一般女子团体冠军的殊荣 今天整体女生的表现不管是公开组还是一般组 整体表现已经比去年表现来得好很多了 公开组女生的奖杯已经三年没有回来 是第三年今天今年终于把它拿回来了 所以很开心 全达运角力赛程进行至第二天 台体角力累积至今共获七金五银五通 不但已经达成一开始团队设定的目标 更期盼选手能在明日的男子自由式中稳定发挥 写下对史新页 记者张玉婷 萧品涵 桃园报导